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再來新一集的《嘻爆香港》 我是節目主持善仲佳 今天我們請來一個IT界的喬楚 方寶喬先生Francis Fong 我認識Francis已經十幾年了 我做IT界議員之前開始認識Francis 我特別在做IT界立法會員的時候 他也幫了很多 無論是給一些觀念 看法 我今天找你來 分享你在IT界的經驗或體會 實在我也有興趣 雖然我和你這麼熟悉 我真的不是問過你 你是讀IT的嗎 尚佳你好 阿蓉又好 我不是讀IT的 不過我開… 我也不是讀IT的 我這輩子是做的 我很小時候一直在玩 其實一直都有接觸開 一直跟電腦和通訊都有不解緣 因為基本上我在做一些行業 都是跟那些有關的 所以就變成順理成章 就變成跟資訊和科技價值起相關係 我認識Francis的印象 是否有興趣和工作有關的 是否喜歡看資訊和科技價值起相關係 在世界各地的科技 哪些是適合在香港推 還是有甚麼解構 其實我的工作 因為我是不斷去玩一些新的產品 硬件為主 都有軟件的 每年大大小小都去很多展覽 就是看資訊科技展覽 或者是一些通訊展覽 或者是一些消費品電子的展覽 大大小小一年都去三四次 至少今年去了五六次 都看了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就變成了一個習慣 加上一個喜好 就會多些覺得 這些產品看起來都適合這個時代用 其實我們看產品 都是看究竟那件事是否適合普羅大眾用 如果有OK的興趣 就去跟那些廠商商談談 究竟可否帶來香港呢 在你的經驗中裏面 做這些工作 當然我相信一定有技術的背景 技術的背景 或者知識 亦都對市場有觸覺 哪些行不行 哪些行不行 那在你心目中裏面 其實做這個行業裏面的工作 最大的挑戰在哪裏 最大的挑戰是要去猜 別人喜歡些什麽 我們現在就 剛剛之前 喬布斯就小小了 我有看過一篇報道 就說他們公司裏面 不知道是否真的 就說他們裏面沒有專注的 沒有專注的意思是 他們不會去找一些用戶 去試一下那件事是否可以 因為其實他有一個理念 就是說那件事 那些人覺得是否可以 其實你拿這件事給他看完 他就覺得可以 沒有見過那件事 他根本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我們有時都好像摸著石頭過河 每試一些生產品 包括我們以前有去做過 譬如電子手帳 智能手機 無線上榜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究竟有沒有人用 究竟可不可以 當然除了適合人用之外 都要整個大環境 大社會 大社會 對 例如無線上榜 我們從1999年開始做Wi-Fi 1999年也有些 直到政府要推 其實已經有點遲了 政府推那時 側印證推 因為其實在民間 或者在大學已經全部安裝了 但是這些就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還有一些堅毅的精神 因為始終在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即是可能3、5、6、7年裡面的時間 經濟、各樣的科技起起落落 身邊都有其他不同的東西出現 究竟這件事會不會沒有了呢 我們又要知道 譬如有時我們看外國的展覽 有些就比較尖尖科技 你看到一些尖尖科技 但太尖尖科技 有時就可能 香港市場看不到 太早了 例如我們在1997、1998年 其實已經有一些立體的眼鏡 戴在頭上 就已經看到立體 可以移動 又不是很貴 幾千元 台灣做了一年左右 就沒有了 其實去年剛好有一個廠家 又拿出來當新買 其實有時真的要看時間性 做科技產品很有趣 時間性很重要 即是你有一個好的產品 但時間不適合 又是不適合 舉個例子 譬如好像iPhone剛剛出來的時候 iPhone都未很好賣 其實適合第一輪 不是十分好賣 好了 到智能手機開始一起上 就是當很多通訊商都有無限上網 大家用很多應用 都覺得很好 好好用 但記住那些應用 全部都要上網 如果沒有無限上網 你用就覺得很貴 其實這個永遠都是計算計算的 即是時間是很重要的 入的時間也很重要 走的時間也很重要 我們經常去看展覽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看看究竟 我們做一些比較早些 即是有很多種不同的公司 有些公司喜歡做一些早些產品 但就要去開方球 即是整個市場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去做 有些公司做一些成熟的產品 即是承諾城市 剛才是承諾城市 對 承諾城市 但是我們就看 因為我們做一些那些產品 我們去到承諾城市 通常就會離開 去到承諾城市 因為已經沒有錢賺 也未必足夠很大的公司去鬥的時候 或者我們根本都不是做那些 所以我們就會離開 所以其實在不同的展覽 我們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 在一些高端的展覽 你會看一些新的東西 那些可能是適合我們用的 但是去到一些比較地道 或者去到一些比較台灣 他喜歡做一些重量產品的時候 你去見到那時候 可能你是要決定 我們開始要脫離這個市場 因為講到那個時間 可能是講到一年至兩年 即是出入都要這樣 即是你講到所謂進入市場 即是走出市場 是的 那你其實 或者下半段 我們再回來 就分享一下你 對未來幾年的硬件 或者一些工具 那些軟景 或者外面世界 在搞什麼 不過現在香港的時間鏡 已經是越來越短 我說回你 在界別裡面這麼多年 即我認識 我90年做立法會的時候 已經開始 之前已經認識你了 但是我想問其實 你也在做好幾個資訊科技商會的負責 甚至是一個叫做資訊科技商會 ITF 也是在做會長 還有其他一些 稍後你說 其實你又做 會不會那些 你 是否相得益彰做那些 那些 那些 組織 或者是做那些 推動和你的工作 有沒有矛盾 有沒有互動 有沒有好處 其實我做公職和自己的私募 那些都是一份工作 我盡量不太喜歡踏上那些 因為其實 個人公司 對 我做私 即打工的人 未必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也知道 但在搞會 或者在做公務的時候 我就很少提我公司做什麼 盡量不要在一起 有個快戶 只要有個距離 在這裏會好些 到最後你後面要說 我又可以說一下 談一下 但我有個感規 在這裏 我會知道 譬如我正在做一些事情 有些人都知道 我正在做一些關於通訊的事情 但我盡量希望保持一個距離 因為我希望 尤其是你去到做一個會 接著要搞活動 接著要做負責人 這樣說 我都希望那件事是中立的 因為其實搞一個商會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希望促進到整個業界 或者至少是商會裏面的會員 的生意也好 或者大家各自互相交流也好 我盡量不想 好像什麼都是關理事 我覺得很難做 在這個會裏 我希望比較公平 你做會這麼久 最少有兩個會 或者待會你可能補充 除了資訊科技商會外 還有一個 互動事務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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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兩個商會的性質 有什麼不同 也可以簡略地介紹給我們觀眾 聽香港那個 所謂資訊科技界的環境 即那個形態是怎樣 究竟為香港 很早很多會 可以簡略介紹一下 特別你們的會的特質 資訊科技商會 其實已經三十一二年 很多年 即1980年的時候 有一些很早的前輩 IBM 或者當時跟前輩 搞落 一直到現在 就是我接獎 即未入行 未入行 你已經有 我讀書 已經有這個會 到我接獎的時候 其實已經三十周年 當時 那個覆蓋 覆源很大 硬件公司有 軟件公司有 網站公司有 其他做各樣不同行業 資訊行業的公司 都在裏面 所以有時候要照顧的範疇 都幾多 那我到我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想 即通常大部分的商會 都是搞活動的 即是 我經常都說 如果不是你搞一些 講座 搞一些 Networking 就是 一日就看 一日就飲飲飲食 都有的 甚麼都有 因為始終都要搞一個 Networking 我自己 當時 我就 這樣想 我就看回很多大公司 或者中小型公司 它面對著不同的行業 即是說 我是資訊科技 但我都會看某些特定的行業 因為 你剛才都說 太多這些資訊科技 會比較多 都沒有太多 就是可能有 操略都有 當時去做 資訊科技界議員的時候 都已經有二、三十個 我記得 現在可能更多 大家都有專注一些 不同的資訊科技界的特質 我們做一個比較大的 因為歷史比較長的商會 就希望儘量 將分開分野 那怎樣分呢 我就不想在資訊科技裡面分 於是我們就談完之後 我們就將它分開不同的行業 包括我們要搞一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將它分開 這個完全是給政府的電子政府 因為很多人 就不只是政府要電子政府的東西 很多公司都是 其實有一隊人 專門只是負責去供這個 做政府的行業 因為政府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只剩下一個 香港最大的機構 是 對 機構也好 又要有人 又要買東西 或者因為政府而提供給市民的服務 所以我們又會搞一些 是電子政府的 或者是給政府的講座 我們會搞一些給中小企的講座 因為中小企有一個很大盤的行業 其實中小企裡面 再分都很散 不過我們因為看很多 其實我們匹配很多不同的公司 都是這樣分 比如說有些是看金融的 有些是看教學的 有些是看中小企 有些是看政府 所以我們會盡量跟這個 這個區域 分開不同的講座 或者不同的活動 去給業界 讓他們對號入座 因為那些人 你特意將他們 做成一碟 是沒有什麼用的 譬如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人經常問我們 你會搞雲端應用的講座 我還是會搞的 但是分開界別搞 因為現在搞雲端 第一外面已經很多 前兩年可能是少的 現在中階 都是雲端應用的講座 那你再搞 就是多一個 那就是 即是創造不到價值 還有來到那些人 什麼都會有 接著那些 講者 或者來 有些是參展 他來到 他對著那些客人 什麼都有 不適合他用 反而我們試過 例如近期 搞了一個 叫做中小企2.1 因為其實我們去年 先搞了一個叫2.0 這次搞了一個叫2.1 換言之 其實希望中小企可以轉型 即是在現在這個2.0的年代 互動的年代 都希望可以轉型 其實就希望他們自己 可以找到一個機會 去變 譬如說 現在要雲端應用 現在要有E-Marketing 現在要有 要在社交媒體做些什麼 事情又要怎樣回應 我們希望搞多一些活動 令到那些中小企可以 知道多一些 防身 或者是讓他們可以 因為其實中小企 有些就不是真的很小 有些只有幾個人 他有時做得一樣 做不一樣 其實有些事情 甚至乎我們會教他 有些不用錢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 以前要搞一個電郵 很複雜的 現在搞電郵 只要你申請了一個網絡名 你接著上去任何一間大的公司 已經幫你整個電郵商搞債 可能會不會花多少錢 又譬如說 現在講這個電子商貿 以前說要放上網賣的 是很困難的 現在要整個網站 又不是很困難 現在要申請一個可以 Payment Gateway Payment Gateway 原來五分鐘搞斷 以前要搞一個月 或者起碼幾個星期 如果五分鐘就搞斷 原來快到這樣 原來可以 我們要盡量教中小企 令到他可以做這件事 譬如說在社交媒體上 又如何可以宣傳自己 怎樣可以用這個數碼的事務 數碼市場 又可以去市場 我們希望盡量令到中小企 有一個增值 我們盡量去搞這些不同的活動 當然自己業界 又有一些不同的活動 將業界拉在一起 有時我們連年都搞 搞了很多年 春明的事都搞 有時就覺得春明有沒有 其實很韌遜 因為其實業界 我們經常說 一年真正的業界要聚投 你們都知道 其實你們只有幾個活動 真正的業界要聚投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如果要很多業界一起聚投 有時這些食飯的活動 都是有需要的 雖然我們覺得吃慣 是不是都很有 碰一碰 對 碰一碰 我們現在盡量 吃飯 不過就像現在的規矩 八個菜不煮 就吃六個菜 如此不就吃 可能吃燕鍋 或者吃湯 盡量這些 希望大家有時間去碰頭 這是我們想做到的事 其實在商會上 你最主要的兩個 一個就是電子市場 AIM AIM 就是互動事務商會 互動事務商會 互動事務商會 以及資訊科技商會 我知道你也在 特別資訊科技商會 做了很久 為何又製造多個互動事務商會 其實互動事務商會 和資訊科技商會 都幾不同 其實互動事務商會 就是因為這幾年的 互動事務 包括數碼事務 其實互動事務商會 某程度上 不是資訊科技界的會 其實是一個市場的公司 對 其實是市場的會 但是因為它是數碼化的 而且它涉獵的行業 是比較多的 其實市場的公司都有 所以由去到 譬如我們的組員 由一些大機構 去到一些公營機構 去到政府 去到私營機構 小的 廣告公司 大的 甚麼都有 其實每一個行業都有 這就是因為這幾年 尤其是數碼會體 和社交會體的興起 其實反過來 當我們在2007年成立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做了兩三年之後 有些傳統的廣告行業的商會 都會再做這些事情 另外可能有些資訊科技的會 又會去搞這些不同的活動 我們都覺得挺欣慰 因為其實我們都帶了那個潮流行 例如我們早幾年 剛剛第一次 三年前我們第一次 做了一個叫社交媒體的講座 當年其實就沒有人搞社交媒體的講座 因為社交媒體是一些 不想收收的東西 當時只不過是剛剛起 連這個Facebook也沒有 或者是有了Facebook 那時候我們就搞一個 叫做社交媒體的講座 當時在這個行業裏面 個個都是會搞一些數碼 市務 即是數碼市場的講座 裏面就會包括了 有這個搜尋和信證 包括了數碼市場 包括了數碼市場 包括了社交媒體 包括了社交媒體 有一個活動 我們就淡粗粗的 拿出來搞了一個活動 結果那次也有200多人來看 以我們搞的中型的講座 算是很多人 後來一直搞 我們就看到其實外面 也有很多人開始做 我們就盡量把這些題目拆開 拆開 譬如有一年我們就專門做旅遊 因為其實旅遊是用很多社交媒體 是啦 接著我們就搞一個專門要講 這種旅遊市場的 即是說這個病毒式感染 那個做市務方法 那很多人也想知道 怎樣叫做為之 拍了一個廣告 譬如早前 有一個 那是一個中大生 畢業生去讀碩士 拍了一段片 放在網上 叫做金勝 其實就是他把劏房 為了 都拍到很漂亮 那隻樓盤廣告 其實就是有些 就是有些 其實這個世界的人 劏房裏正都好 梁甲島就好 其實他就能說回這些示威 當時大家看完這個 就流傳到 其實我們在說那些流傳到哪些流傳到 去到電視 新聞都有說過 我們就為之那些病毒式感染 即是由虛擬媒體到主流媒體 是的 推回主流媒體其實很強 這個其實對很多行業都很重要 Francis 其實你又做了幾個會 其實你有沒有一些涉獵 其實你又怎樣去 商會就做生意 商會也會不會有些 有時候幫助一些NGO 或者各方面的工作 你也會不會在過去經驗裏面 協助那些NGO 即是非政府社會 去應用資訊科技 其實我們早兩年曾經有一次 互動事務商會就和社聯 搞了一個講座叫NGO2.0 做甚麼呢 其實有一些NGO已經很厲害 他本身因為他有班上一大 他就很清楚自己做甚麼 有自己整條市場 他就完全知道自己在網上做甚麼 網下做甚麼 講解又做甚麼 我們就捉了那些比較厲害的NGO 出來 再加上我們本身有些 在做Digital Marketing的專家 就開了一場講座 專門講究竟在NGO上面 怎樣可以 其實跟中小企有些相似 怎樣可以不用錢 或者不是很花錢 或者明明你要用很多錢 但怎樣可以用少些錢去做到你要做的事 在NGO我們經常都跟NGO談話的時候 我們就綜合了也有幾樣東西 第一他們通常都是要去查款 第二他們就要找人幫忙 找義工 第三就是要找目標 這些其實現在開始在網上就要做 即是你現在網上捐款可以做很多 在網上找人又找到 即是包括是你去找義工幫忙 還是去找你的目標 也有的 從而他們就做了一個講座 也有很多人來看 當時又有百多二百人來看 大家都想學一下究竟怎樣做 因為其實很多NGO的資訊科技 或者數碼 那個銷售貿易的知識 也是相對比較弱的 這個做完之後 後來我們就搞了一個叫做數碼禁讀的講座 數碼禁讀 對 數碼禁讀 那什麼叫做數碼禁讀呢 其實原來我們本身是做資訊科技 不是病毒的毒 不是真的做新的數毒禁讀 即是說真的drug 即是白粉海鷹 K仔那類的 我們怎樣做數碼禁讀 我們就不是社工 我們就不懂做康斯林 但我們就幫社工和先生 怎樣在網上找回 收集那些兒子出來 對 我們要收集那些人出來 或者怎樣去自女行間 因為其實他們說 原來在網上 那個毒品 或者吸食的方法 都有很多五花八枚的叫法 如果你就這樣走在網上看 那不知道他們覺得是甚麼 於是我們就要教一些 用我們的技術 就教社工和先生 甚至乎由家長來聽 就說怎樣去做這件事 在社交部 其實大家都在發展 其實都是一些外展服務 上一陣子 是的 但其實現在都有 以前外展就去球場 現在都有 現在都有 因為有人駕駛車去外面做外展 但亦都有一對 有好幾個大的NGO 即是已經有一些網上外展服務 就走去網上 去找小孩 這樣我們要做 現在我們希望多些不同的NGO 都會懂得做這件事 從而希望可以幫助社會 其實NGO普遍在這個 我的感覺 應用資訊波及的 最先 最快 一定是商業機構 可能錢更多 接下來可能是政府 大家的感覺 就是NGO 應用資訊科技上 可能是財力 或者意識上 都是比較薄弱 我的感覺是否錯 也是 有一部份是 所以我們亦都希望 結集我們的能力 因為做市務 通常都是賺錢 有些人做廣告 我們希望他們 有空餘的時間 或者各樣的知識 去幫助NGO 因為有些NGO 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他們是社工 他們是否懂得做生意 難 我們希望能幫助他 真的做到他要做的事 即是沒有做生意 即是他做社工要做的事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他一把 其實都是工具 對 他們作為社工 他們有自己的核心業務 call business 做社工的工作 不過ICT來說 以前來說 那些族群 即是他們的客人 可能在球場 現在就在網上 要用不同的工具 去接觸網上的客人 不過 可否 追蹤一個問題 就是 那些NGO 在接受科技上 會不會很大抗拒 其實是難的 所以我們要慢慢慢慢 由現在開始 其實我們做了一兩年 慢慢慢慢 希望他們真正正 學懂會用 即是簡單 譬如說 懂得上社交媒體 先不要說 一步登天 要他社交媒體 又要找些什麼 從而再慢慢慢慢 其實跟教師 都有點像 有些教師 即是在教學界 也是一樣的 他們都很抗拒用這個 社工 又可能很抗拒用這個 可能我平時已經很忙 但是其實 當社會都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那個戰場 就搬得上網 現在已經很困難 即是他們社工都說 現在是困難了 在公園裏執拾 就走上網 好 或者我們就休息一休 待會下半節回來 再繼續講一下 資訊科技 如何在不同層面推介 以及待會分享一下 Francis 他對科技接下來的願景 我們休息一休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再來到 下一集下半集的 《射爆香港》 我繼續介紹 我是節目主持 《善重街》 今天請來 IT界的喬楚 方寶橋 Francis Fong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半節我們說了 Francis 你在IT界 一些公職 如何推動業界 後半節 也說到 IT界 如何協助NGO 也說到 有些IT裡面 使得社工也好 或是NGO 接受資訊科技 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難 其實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哪裏 你的感覺 我想他們最大的挑戰 即所有NGO也好 其實就是資訊科技的接觸 我想第一 有一些 例如上了年多的 電腦都用得比較少 可能簡單打壓字 就已經不用了 這可能是一個數碼紅扣 另外 年輕一點 他們都會上網 但如果你叫他們 用那個去做 他們又不知如何處理 會否很難 令到他們知道怎樣去 剛才所說的就是 譬如要跟自己的目標人物接觸 另一種就是 譬如怎樣去推廣 即NGO也要推廣 你不推廣你的服務 你不推廣你的NGO 根本沒有人知道 你在做甚麼 推廣 又是另一個 即是怎樣去推廣 他們自己 可能他們本身的背景 都是做社工 比較難為情 你叫他們去做 推銷 因為他們去撿仔就可以 你叫我推銷 好像有點難為情 我們這些事實幹 比較難 但其實我又接觸很多 這些不同的NGO 包括這個 無國家醫生 這個 這個 獎長的服務協會 其實他們在做很多這些事 是很有意義的 有些是幫助老人家 有些是去外國 幫助戰亂地方 各藥形形式式 都有的 有些失明人士出去 每個地方都幫助失明人士 是很有意義的 但他們是 我想他們是比較 即是剛才我說的 他們是不太喜歡 特意去推銷 或者他們又覺得 很難的 不知道無中生有 做市場的人 最厲害就是這個 可能真的有些 有些都說無中生有的 但他們要把那些東西 包裝得好些 令大家真真正正 意會到 它裏面的價值是甚麼 才可以令到更多人知道 我們就是希望 盡量做多些事情 幫他們去自己推廣 以及介紹多些 讓外面的人都知道 他們在做甚麼事 其實是這樣 我們亦都說過所謂NGO 或者我們回來 分享一下你對資訊科技的前景 剛才開始時都說過 喬布斯先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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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還在他們裏面 接下來還有一些新東西出來 你剛才開始說了 有一年去四、五次 今次去五、六次的大表演 給我分享一下你的感覺 技術技術 trend是怎樣 其實做智能手機為例 蘋果當然不只有智能手機 其實已經在軍勢 甚至對手已經超越了 這與喬寶斯在這就無關 因為對手已經超越了 蘋果不斷做一個高端市場 其實它的低端比較少 除了iPhone之外 其實iPhone全部打智能手機的高端市場 而它的對手谷哥 Android是高中低端的 如果你有研究去看 其實它有幾千元到千多元 幾百元的手機都有 這個是它想涉獵的範疇 而蘋果是不做的 當然 你說到喬寶斯先生離開了之後 其實會不會有轉變 戴衛體就說 其實這一年半載應該都沒有什麼變 雖然剛剛 譬如說喬寶斯先生走之前 推出了4S 大家就有點失望 因為和舊的機器差不多 差不多 大家就有點失望 雖然CPU又快了 各樣各樣好 但是大家 因為 沒有驚喜 蘋果的粉絲 就是很多潮人 潮人喜歡拿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可能有些感覺會差一點 但是我們看 其實接下來這一年 即是接下來這十二至十八個月 其實應該對蘋果的衝擊不會很大 因為它有的產品會繼續下去 好了 還有我們都相信 其實就算以前喬寶斯先生在這裡的時候 也有一個團隊的 不僅只有它一個 它是有一個作用 是去到好像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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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大家看著它 它出來就要相信這件事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以前也曾經試過 由這個4轉4S 然後有3支轉3支S 它出來說就沒有問題的 現在它不出來說 是不是也有問題呢 其實實際用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大分別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好了 這個市場是會轉變的 其實我們在看 譬如說 兩年多前 當這個iPhone好行的時候 沒有人會知道這個谷歌會起得這麼快 現在谷歌起得這麼快 又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我們真的要觀望 接下來這12個月 究竟這個蘋果有什麼轉變 我們就這樣看 就覺得它開始就有些 要擴闊的戰場 再加上微軟 和這個諾基亞又回來了 其實這個戰場開始擴闊 就是說 你會不會一路不斷做高端產品 而不去看中端低端產品呢 我們看到它現在的市場策略 似乎就是都想去做 即使用一些舊的產品去做中端 再舊的產品去做低端 從而去繼續佔有那個市場策略比較大一點 因為其實在做這些產品的時候 因為它大家的作業系統都不一樣 即是一個操作系統 對 操作系統不一樣 其實如果有更多用戶用的時候 它就有辦法令到更多人用的東西 即是這個又好像有病毒效應一樣的 但我用這個 你不用這個 你就和我溝通不了 於是他們都會做一些只有他們自己有的東西 不過另外說回來 其實你看看這間公司 其實它其實不是拿著很多尖端的科技產品 即是你看看它的對手 譬如三星拿著更多 譬如由顯示屏 去到這個記憶 去到這個CPU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批評我拿著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批評我拿著的 但是它實實就是做了一件事 將一些東西都合在一起 撿到它很漂亮 是的 它組成了之後 原來它不用用最尖端的東西 都可以贏到一個市場策略 這個才是它真正的爛造的地方 還有一樣 但它的界面好 是的 那些人都不喜歡它的界面 其實我們不斷都在說 其實譬如詩先生不是一個科技人 即是我們這樣 其實可能底部的悲溫不是做科技 但是大家都在潛移默化做科技 他比較像一個藝術家 為什麼呢 普特藝術的 是的 因為譬如 這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是iPhone 當時一出的時候 我們拿回來看 挺好的 挺漂亮 不過為什麼機器沒有MMS 機器沒有上不到網絡 很多東西都沒有 又沒有3G 怎麼會買呢 當時的電訊商大部分都不太好 當時他就主攻在一些比較 在美國用一些比較弱的電訊公司 就跟他拍檔賣 賣人知道又大賣 這樣 其他電訊公司開始就要相信 其實他是一個藝術家 即是他有一份堅持 即是說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沒用的 但是 是不是去到你對著一些大企業 你會屈服呢 這樣他又不屈服我 然後自要推出去 當然後來就裝回了 剛才我說的沒有那些東西下去了 如果第一天出門沒有那些東西 如果第一天出門沒有那些東西 其實呢 我可以說給你當時有九成的電訊商 都不會用這個手機 而又被他這樣逼過了 其實這些真的有一些 藝術家的氣道才能做到 可能我的感覺和你不同 我覺得他贏在哪裏呢 他經常都贏在界面上 即是怎樣說呢 即是 他給予一些 最不懂用技術的人 或者最不喜歡用技術的人 都很容易用 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 他的魔術 所以剛才之前有說過 原來他們是不做焦點組 不做焦點組 不做焦點組 即是他們基本上是 做於發明一些東西給用家 而不是去問用家 其實你喜歡用些甚麼呢 這個是一個很不同的分野 一般公司都會做焦點組 即是他去主導的市場 是的 他要去做一件事 不是去追究市場 是的 這是有難度的 為甚麼呢 即是你要顧得很準 你真的要 每次都中 是的 要每次都中 其實他也試過不中 在很久之前 那些產品都不中 所以他也不是主流 例如iMac他不是主流 不是 那個 即是喬布斯 大家知道 最近看那些文章 他創立《蘋果》 但亦都在八幾年 九幾年 八幾年的時候 八幾年就離開了 然後九幾年再回來 蘋果日報 不是 蘋果電腦 最低股價的時候 是四元 現在三百八幾元 任何你買了百股 現在都發財 我不講股 我講回科技的遠景 當然蘋果不僅是一間科技公司 這個世界亦有這麼多 你過去那半年 有甚麼體會 去了那麼多 即是那些 技術表演 其實現在 我自己主公也是通訊方面 似乎智能手機也是無可避免的一個主流 還有因為智能手機的價錢 其實當智能手機第一個作業系統 又開發了 令到它已經免費了 然後可能它有硬件的需求又越來降低 其實你會見到 現在的價錢是很低 那麼很多人 其實他買一個智能手機回來 他可能根本不是有例 智能手機用 他就當一個手機用 但當你的市場 已經不再出普通手機 因為 那個已經變成標準了 那個已經是標準了 買手機就是智能手機 市場就越來越擴大 而從而推到 在電訊商開始 我們講的無限上網的服務 就會越來越便宜 當然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那些東西只會越來越貴 甚至乎不再出無限上網 因為已經開始頂不住網絡 但實際上 你會見到發展 就是不斷向前推 就是智能手機 又帶動無限上網 上網就帶動 譬如由三支又推到四支 其實轉到四支 最大的利益 不是讓大家去快了 而是在同一個地方 又多些人可以去正常速度 現在在三支的環境下 可能大家都會試到 有時有些網絡商很慢 突然說 你們投訴為何這麼慢 其實就不是因為它特別慢了 而因為太多人在用 又一個擠塞的情況 出現了 四支就正好把這件事 撥亂反正 就是它把那個走廊抹大 這樣就更多人可以走過 其實這就是一個 雙負雙城的效應 其實你想想手機 可以做的事情很快很快 都是看片 但現在蘋果還未出現 雖然叫iPhone4 它也是三支 它不是四支 是的 它也是三支 反而有些對手已經出現了四支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又另外看 就是為何這個4S 大家有點失望 為何又沒有一個大的螢光幕 為何又沒有四支 諸如此類 是否其實新的機器 都不會離開太遠 這個只是想想一下 即是否應該不用等一年 就已經出來了 還是要再等一年 才會見到iPhone5 這個也是大家拭目以待 當然到時的環境 是否出現一個 好像現在我剛才說的 有一個大型光幕 又有四支 又有立體相機 又有立體平光幕 就可以呢 可能又不是那麼簡單 通訊器 通訊器主要是電腦 平板呢 你怎樣看 平板呢 iPad1到現在兩年 接近快兩年 我猜現在市場有幾十款 手機 怎樣預測將來 其實現在你都看到 我們預測將來 看一些大公司的動作 其實大公司的動作 已經告訴我們 將來是怎樣的 譬如有一次 你看到衛袍 已經說 個人電腦的部門 已經要脫出 開始想不做 其實美國公司 因為它本身 整個架構都比較重 所以如果它繼續做 那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難的 當去到全世界人 都會做那些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不夠 一些中國 或者台灣公司 所以它就會轉型 就是做一些高端 就是做一些高端的東西 你看到平板電腦 就是另外一局 其實平板電腦 當你去到現在開始有很多 你去到一些比較 一些店舖 你會看到 為何一些平板電腦 有些沒有牌子 或者一些中國的 山寨 幾百元 第一它沒有犯法 為何呢 那個作業系統的免費 因為那個是Android 那個是開放的 那個系統 其實在某程度上 所以那個應該 就沒有特別犯法 當然我不知道裡面的那些 原件有沒有其他高端精壞的東西 但是它又上網 又看到東西 它一樣可以做到Android做的東西 去到幾百元 一千元的時候 當然一樣有些人 又有人買便宜車 又有人買貴車 又有人買中央車 是 但是就告訴你 其實 那個手提電腦的市場 就開始越來越慢了 就是 你想像一下 譬如我們有很多人 有家裡有小朋友 你要買一個 就是當我們自己 現在有一個手提電腦 我要多買一個手提電腦 我小朋友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會買一個三千元 還是四千元 五千元 你還要想一輪 然後想買哪個牌子 買一個規格是怎樣 各樣各樣各樣 要不要帶到街上去 買一個平板電腦 不用想到我們去買 現在已經有了 現在也是不多 幾款 你的腦有幾款 就是你想要這個 還是那個 你只有A餐 B餐 不是很難去選擇 變了 其實那幾千元 你又很容易化 其實市場整個調轉了 例如說 第一 現在是在平板電腦 或者在自動手機上面 是應用程式主導 即是有沒有那個網站 不要緊 你又有沒有那個應用程式 很重要 第二 未來這一代的小朋友 就沒有網站 為甚麼 因為他們所有東西 要找的時候 甚至乎字典都不用 就去搜尋網站 去搜尋網站 他任何東西 譬如要去找RTV 就不用記住RTV的網站 去搜尋網站 基本上是不需要再記住那些東西 你看到我們 十幾年前 我們還要有人買的 有預約書來看 就是去看看 Yahoo的預約書 在哪裏 網站在哪裏 我也買過 記不記得 有微軟的又在哪裏 那你又要打 現在根本不會再有人做這些事情 其實 世界是調轉了 或者是向了另一個方向走 就是說 網站沒有網站 有網站 也都其實是用應用程式搞定 我又這樣看 即是電腦電腦 主要是潮流 有沒有那些 你感覺到那些 所謂突破性的東西 會文謹淨隨 我們是否應該去看看 怎樣 電腦電腦電腦 怎樣跟雲端 扣上關係 其實現在 因為 你又看到 譬如之前 曾經有說過 即是說 蘋果或者不知誰 就會出一個很便宜的 iCloud 對 然後再倒個iCloud 其實當你發現你的手機有很多東西 當 其實第一 要有 剛才我講過 要有無限上網 第二 那個頻寬要夠快 其實那些東西 是不需要再放在你的手機上面 即是說 我用不需要弄到手機有五百元 才可以 那機器就很貴 其實不用了 因為我隨時都拿下來 東西很快速 在雲度 對 在雲度拿下來 就算是一條片 就拿下來 因為你不用整條片拿下來 你是逐個問題 但是雲要付錢 是的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稱為 business model 即是說 究竟你想一次過付完那個雲的錢 或者 即是中國要擺手在你那裡 你想 推薦每個月付5元 美金 一年就付50元美金 舉例 即幾百元港幣 去付雲的服務 還是我現在跟你說 你給那塊錢 但是側在那塊錢 那些東西都放在你那裡 其實可能是 大家在想 就覺得不發算 即是人都是喜歡 即是這個世界有分期付款 雲端也是一樣 如果我開分期就有分期 各個月付 是的 我喜歡各個月付 其實現在所有電訊商 雲端服務公司 都是朝著這個方向 就是說 你喜歡用就付 按需求 當然 你會計算一條數 實際上你會給多了 但是你又覺得 如果方面都可以 這個是百貨百客 我覺得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怎樣 現在是煩惱 你一個iPhone 換了一個iPhone 你將東西升來升去 將來 將來在舊雲上 換了iPhone 換個帳號 全部幫你 現在其實 某程度上 都在做這些事 即相片 哥哥各樣 然後你跌了 其實現在你跌了手機 很多情況之下 當然手機是一塊錢 如果撿了人 不給你也沒辦法 但是我們現在只要 這部機仍然上網 第一時間 就可以發信號 炸了一部機 裡面的資訊 即是真的炸了它 即是剷了 除了它 你起碼就知道 我那些敏感東西也好 相片也好 各樣東西 電郵也好 全都沒有了 現在就是這樣 雲端的應用 有很多方面都是做這些 但是你覺得 這是雞蛋雞仔 市場 就有一些手機 或者是 手機 也都開始有雲 而雲 也都會帶動這些 器材的服務 我用另一個角度說 雲如何推動這些器材 將來的器材 如何可以 以前沒有雲 以前有所有手機 現在有雲 或者將來的雲越多了 如何影響那些器材 將來的東西 其實 就好像以前 我們叫做 客人伺服器的 概念 對 以前什麼都在電腦上 有了客人伺服器 就很多東西放在伺服器 客人就可以輕一點 對 對 在雲 其實有些相似 就是 你將來的手機 只要上網就可以了 究竟 手機能否安裝這麼多東西 會不會這麼快 可能不用 結果就變成 你將東西放在雲 你的手機便便宜了 當然雲是要付錢的 所以 錢就搬到雲 電訊商很多都是反而支持 因為它可以進行收錢 其實在電訊商的立場 現在是三個 例如 Apple的商業模式 它們自己找到雲 iCloud是它自己收錢的 電訊商分不到iCloud的錢 但是因為電訊商 至少它已經有些服務 譬如說它上網服務要錢 當然現在我也是在說還上網 對 所以就變成會有這樣的中間 如果你完全沒有雲 我根本就不喜歡上網 其實現在就要相低 當然電訊商 也要自己想 究竟有沒有 搶舊運回來最好 對 究竟你有沒有一些 我覺得不只是iCloud 這個世界 譬如Google有Google的Cloud 各人 各人的Google 其實每一個人 都在做一些不同的事 去爭取在一個位置上 最後講到香港在發展雲的發展 你怎樣去評論 我看了一些文章 什麽十二五計劃 中國就定了 什麽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廣州 定四五個地方 做雲端運算的基地 這些是你知道的 中央政府就說定什麽 就定什麽 如果我不是這五個城市 我自己交雲可以嗎 我不管 香港是否落後 還是香港是領先的 其實我猜香港 因為香港就有一個先機 就是香港始終 言論自由比較開放 我們很多時候 在雲端做的事也比較自由 但我們也有一個先機 即是有一個優勢 就是表態組合 始終近一點 那有什麽事上來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很多人去利用這些雲端的應用的時候 都要看究竟 我做了什麼 其實我能否用到的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這樣 在香港有這樣的地利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 就算你講不講話給他做 他都會做到 其實我覺得 難度就不是真的很難 因為始終於很多人都是借 一仍然有很多外商 是借香港來做法 好像最近是不是Google 還是Google之外 有一間公司 就說在香港落戶 設立數據中心 我相信都是等雲端 是 是 那是哪幾間公司 你怎樣看 接下來還有其他會跟 之前有港NTT 擺了雲端 那是很大的 然後 早前就是Google 其實我們就看 因為有些公司 反過來 那些公司 本來都是租別人的地方 來用來試 那些公司 後來發現 其實一直租別人都不是辦法 就是當那個 不如只要整個景 是 是 其實他已經用了很多 Google 是很有趣的公司 另外一個就是 你見到 其實大部分人用他的服務 都好像不用錢 其實他賺什麼錢 其實他整個雲端 又是沒有錢賺的 其實就不是 因為他們其實 現在那個社會 又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開始的那些公司 就是以廣告為主 就是說 如果我在雲端買了廣告 如果我在雲端買了廣告 我就去賺那些錢 就不會再賺那些實體的錢 譬如說 我要給你一個電郵 一個月收你五元 他未必會做些事 當然你賺爆了 他也會收你錢 但如果你一直都用不爆 其實都是不會收你錢 其實 那個模式有些轉變 那一個例子 例如我們經常都講 自行手機上面的apps 一些應用軟件 以前就是買一個就加一個 買一個五元就五元 十元就十元 買一百個 買一百個就沒有人用 好了 現在你就看到取向 你轉過來 我會做一個不用錢的軟件 給你 不過那個軟件裏面有些廣告 這樣 這樣就長壞長有 因為那個軟件可能很有用 譬如 甚至乎 好像新聞的軟件九成都不用錢 但新聞的軟件下面 跟正常的報紙一樣 一樣會有廣告 其實那些就長壞長有 新聞每天都要做 報紙都要做的時候 他還在軟件裏面 但他就有廣告 從而這個方法賺錢 其實是這樣 各位觀眾 今天很感謝方寶橋先生 他是幾個資訊科技界的領導 即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 加上互動市場協會會長 亦都做過很多的公職 部份公職 推動資訊科技界不同的應用 亦都經常有帶些新的換衣 新的會議回來香港 我們今天很感謝Francis 下一集我們繼續請來 一些資訊科技界的橋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遠景 或者他們的心得 什麼錢 公職 應該是 大家可以選擇 的 您 大家